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那接下来呢 咱们给大家讲一下 类的这个作用欲 好不好 那类的作用欲啊 是指什么呀 类声名的时候 一对花括号所形成的这个作用范围 就是咱们在定义那个类的时候 应该是在类定义的时候 是不是啊 应该是在定义类的时候 在定义什么呀 类的时候 这样的话 是不是更加准确一些呀 在定义类的时候呢 一对花括号所形成的作用欲 然后其实就是在定义类的时候 最外层的对什么呀 花括号 比如说class stu 这对花括号之间的 就是类的什么呀 作用欲 明白了没啊 作用欲 是不是就作用范围呀 是这意思吧 好 注意 一个类的所有成员 都在该类的作用欲以内 明白了没啊 它的number name 是不是 sax 它的那一个什么呀 成员函数 get number get number set number 是不是都在这个类的作用欲内啊 是不是啊 注意啊 然后c++把类的所有成员都作为一个整体的相关部分 没有定义的先后顺序之分 明白没有啊 要说你成员函数可以在上边 那个私有成员可以在下边 那你在上边的时候也可以用 明白了没有啊 这个之前是不是说过呀 一个类的任何成员都可以不受限制的引用该类的其他成员 是不是 你比如说你在这一个什么呀 类内有一个成员函数 你可以使用它的任何的一个数据成员呀 无论它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还是保护的 是不是啊 你的你在类内是不是成员函数当中随便用啊 但是在类外的话是不是只能用公有成员呀 直接加点加公有成员呀 直接访问的哈 所以说注意啊 注意第二条 验证注意第二条 咱们说过 然后在上边定义一个public的啊 公有的这个成员 然后在里边是不是用了nubber呀 而这个类内的nubber是不是在下边定义的呀 这样可不可以啊 是可以的 明白了没有啊 是不是可以啊 因为它把类当作一个整体相关部分 这个nubber它定义 它没有什么先后之分 你定义在最上边也行 最下边也行 你在哪里都能用在类内 明白 好 然后这个lucid.sign nubber等于100 这个肯定是能验证通过的 咱们以前验证过 是不是啊 好 类作用语之外 然后呢 咱们说过嘛 就在类外嘛 是不是 是不是只有公有成员 大家看 只有公有成员才可以被web函数直接引用啊 是不是啊 公有成员包括公有的数据成员 以及公有的成员函数吧 是不是啊 而私有成员是不允许被web函数引用的 这就是体现了这个类的什么呀 封装 是不是啊 封装 这体现了类的封装功能啊 保护私有成员嘛 然后但是类的成员函数可以访问类内的任何数据成员 这个在上面是不是说了呀 因为这个成员函数是在类内的嘛 你所有的成员什么类什么样的那个数据成员是不是都可以用啊 但是自己类外的话只能防卫公有的哈 那这有个例子 大家抬头看 然后呢 你看 setNumber Number等于N 然后这是私有的 那我在这个地方 lucid.setNumber传100进去 是不是通过公有的这个方法 呃成员函数可以可以给Number复制啊 是不是啊 但是lucid.number等于200 是不是他就会报错 因为什么呀 你在mine函数当中其实就是类外边了吧 是不是类外边呀 类外边直接引用他的那个对象的私有成员 是不是不允许的呀 直接访问 那就不叫封装了 没有保护了 是不是啊 所以说呢 这一行其实是不对的 要屏蔽掉 是不是啊 上面这一行是不是可以啊 这也是咱们说的哈 这是类的作用域 在类内所有的数据成员 在任何成员函数当中都可以被用 但是在类外 只有公有的成员 成员包括什么呀 数据成员跟成员函数 只有公有的 才能在类外通过对象加点加成员的方法 备用啊 好 无论是数据成员还是成员函数都是这样的 是不是啊 好了哈 那类的作用域呢 相当于说我给大家就讲清楚了 是吧 是吧 不可现在就像那样有 ANY星期的 应该装